台灣隊麥克風 Rode的Wireless Go麥克風 Wireless Go麥克風本身它的麥克風是在自己肚子上面的 那麼你可以加一個這個東西 叫做Lavaria領夾式麥克風 那麼領夾式麥克風呢 這個是台灣隊本身的 它這個是指向性的 那麼適合一般的演講者 但是動態多的人就要用耳掛式麥克風這一支 這支耳掛式麥克風它掛在耳朵上面的時候 這裡是放在嘴巴旁邊的 然後非常的方便 但是不會出聲音 這點你要注意它不會出聲音 因為它是設計給手機直播主用的 手機直播主用的它就三條黑 那我們這個時候要透過一個裝置 就是這條線很便宜的這條線 把它扇進去之後 它會吐出兩個黑的 一個是耳機的不用管它 一個是麥克風的 這樣子接進去之後呢 再透過這裡 輸出接電腦相機耳機全部都可以用 因為這是特殊設計的線路 所以一頭通用 那麼你就可以在這邊監聽了 隨便都監聽得到聲音 好不要動齁 好我們來聽聽看聲音 彎出彎出 不管頭在哪個方向都可以用 好拍我 它聲音照理講會鎖進去 那這個呢 擺在你適當的位置 不管你頭怎麼擺 聲音都是一致的 聲音都不會有那個 因為這一類的角度 這一類角度擺這邊 聲音會變怪 聲音會變小 聲音會變小 聲音會變大 聲音會變小 聲音會變大 這個不會 所以如果你是 Wallus Go的呢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解決掉你的問題 那麼這個直接插耳機 直接插耳機直接可以用 插手機直接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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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轉到電腦去的時候 只要加一個頭就行了 那就不用花很多的錢去買 相機用 手機用 電腦用 這樣就可以通用了 謝謝大家 謝謝